各位大家好 這集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大概是第六集 應該是第六集 上一場就把青州的黃金軍去討伐園 這裡除了伊錦環鄉之外 也是接著自己的父親回去一起住 因為自己已經有落腳地 以及自己的親友在別人的根據地生活 其實也不是一件好事 很容易被人拿去做人質 你看徐樹的故事就知道了 但是三角演藝中的劇情也知道 曹松在半路中被殺了 自然 曹操當然是生氣到震 所以打完就算 另一方面 留給他們那幾個 就馬上要求幫忙增援陶謙 難道曹操報仇嗎 所以很麻煩 然後另一邊就裏布 先把裝備 因為 因為 因為典位是可以換3的 現在防禦X7 而且MP的策略值可以提高 不過也沒有策略可以用 就這樣吧 其他東西可以暫時不買 因為這一場就看我想怎樣 那 算了 出兵 不派理典 不派信遊 這樣的話 就多一個人補血 好 就這樣吧 那些螢幕問題 那些螢幕問題 其實是挺麻煩的 因為那些視窗 經常 那些視窗 又大又小 其實很難搞的 嘩 看到圖謙已經夠多兵了 20回合擊退圖謙 但其實實際上沒有那麼多 實際上沒有那麼多個回合 好 一於這樣 喂 怎麼才能夠讓孝敦的命中率提高呢 就是 他完全是令到我的戰力部署 就是 變得 變得 變得完全錯了 完全是 他是經常都打不中對手的 對手的 照計這個回合應該可以打死對方一隻 而這裡照計應該要盡能力去 在8個回合裡面 令對方能夠損傷到多少就多少 因為 8個回合之後 去到第8回合 應該 如果沒有記錯 去到第8回合左右 應該 如果沒有記錯 留給那幾個趕道 那時候就要再考慮了 如果攻擊的進度 不太好 其實就應該要撤兵 如果是差不多 可以打到圖謙殺暴謙的話 當然就無所謂 但是現在這樣就很麻煩 效敦還要有危險 所以要少補給 對手 不管了 這個才算 喂 又打不中? 喂 是不是有什麼事 令到我一定是打不中對手 沒有的 這樣打法很難搞 是 我可以幫你 進去 就算有少少傷血,但是可以扣多一隻 但是進度這樣其實比較緩慢 應該不夠快可以霸佔有利位置 最好當然是在劉關章殺到之前,可以清掉陶謙的士兵 或者可以直接攻擊陶謙的話就可以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跟他鬥,不然就要撤退 現在的情況似乎是進攻進展比預期慢 所以按照計算都做不到什麼 讀煙 幸好可以擋一擋 打擊 這裡有少許兵空戰危的感覺 首先要補給那兩隻騎兵隊 然後曹操 他們有兩個有補給計算的 其實是很容易的 其實是的 但是這隻是一種小的 是要用一個小的 可以做到一些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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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是可以做到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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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很快 只能讓它有小小的小的小的小小 沒有人理會這個步兵,不理會他 當他不存在 就這樣吧 什麼都試一下 守住這條村霸七,我不相信他打得死我 然後國家 毒煙來探探 五個回合扣血 哎呀,竟然他扣了三十天 幸好騎兵來打我 打點位我不怕 好,草人 接著這條電話 其實不需要發燈 有誰要補血 啊 暫時沒什麼人需要 對 直接不理會他 當他沒有存在過 你自己會走過來打我 你自己會走過來打我 嘩 這個都很麻煩 因為 夏...夏... 夏...夏... 很麻煩 如果兩個衝過去,我這個要捱三個 夏...夏... 夏...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這樣 旋風 咦? 哎呀,因為在城裏 那不如試一下沒有阿謙吧 應該是典位做的 好 請多獨音來探探 好 因為他自己會死 如果曹操讓你打一下 應該死不了 啥 哩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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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为第六级 这里就看看如何 就怎樣啦 因為都殺不了他 不過可以果冒險 因為曹雄的防禦力比較高 因為他是步兵,防禦力比較高 所以可以對他有些期待 發送全軍一拼 雄龍隊打到半死,已經是預計之中 我們先出回來 然後就... 嗯... 這樣 然後一切順利的話 這個可以殺到兩隻 這個可以殺到兩隻 一分鐘不止 哎呀!一分鐘不止 但是結果就是慢了 走慢了 這隻滿血的可以再走慢一點 照計地理上就不太好處 不過算了 因為就快滿回合數 因為按照計 好 看看 國家可以繼續用毒煙 狂風 扣得多少 這樣 反正就差不多 反正差不多多元 糟了 糟了糟了 沒想過怎麼這麼差 起碼要擋幾個 大佬 好 劉比薩到了 說服他 喂! 幫父親報仇都有罪? 陶謙大人的情況 你都應該知道他應該沒有野心 不關事 有沒有野心 都是 死就死 他跟他有沒有野心有什麼關係 鬼不知道 鬼不知道他沒有野心 有野心就拿來做 人治 但是現在人死了 人死了也死了 不死也死了 他要負責 此事關國與國的安禮 什麼是關國與國的安禮 這是什麼中文 你如果是兩個 兩個國家 就說國與國的安禮 現在只不過是 現在 大家都是漢朝 是軍閥之間的問題 不是國與國的問題 怎麼搞錯 跟我這麼說話 我曾經為天下著想 但是劉備 如果用你的方法 就改變不了世界 但是 國家說 不是啊 聊聊好啊 糟了 這裡你可以選擇 繼續討伐圖謙 但是 你就要有能力 剩下12個回合 把敵方全籤才行 有可能做到的 但是 我在這裡 我就不打算做了 因為平民打法 你要記住 我這個頻道 一直都是 普通人玩到的 即是 普通人玩到的難度而已 所以 就 做回到三角演藝中的 情節一樣 就是 和談 給你面子 答應講和 還有有東西收 白銀海 收到一件寶物 全軍折退 馬上回洋 劉備 沒有城沒有兵 只是在這裡說 有什麼用 但是 曹操似乎 真的說中了 有些事情 如果 好像你們這樣 純粹建議 勇為 但是什麼根據地 都不拿的話 什麼事都做不成 有些事情 準備慶祝 好 作證建築 籌金 1300 麻煩 有些事情 除了 艋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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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是讀牧羊吧 遲些再找一下那個字是不是真的讀 我下一集跟大家說是不是真的讀 可恨的呂布竟然在承虛進攻的 牧羊 一定有人跟他出主意的 好 報告 有個愚禁的壯士前來投奔 沒有聽過 但是好打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就是《水染七君》這個故事裡面的主角 不過是受害人 他是主角 但他的角色是受害人 愚禁 治文則 復養一百星期望你打敗呂布 所以回來助一臂之役 好 看看你有什麼表現 好 暫時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一集就回去打呂布 拜拜